我是Muchbear 今天要來拍的是一個有點類似新的企劃 還是這種比較輕鬆一點的開箱 之後會放在我的新的播放清單裡面 叫做熊愛亂買 然後這個東西就是每天出去外面 放到什麼新奇的東西 有趣的東西 就會買回家 然後買回家就可以用很輕鬆的方式 不像這些一般時候的開箱的方式 就是開箱給大家看 我今天到底買了什麼有趣的新東西 或者是去哪裡看到什麼新奇的東西 然後就帶回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影片比較不像我平常一般的開箱玩具 或模型這樣就是 我都是提前好幾個月前先訂好 然後等到送貨到我這邊的時候 就是再用認真 也不算認真 反正就是比較正式的開箱給大家看 然後現在拍的這個影片是比較偏向 比較隨性一點 拍給大家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新買的東西 我平常的開箱影片 大概每個禮拜 至少一個禮拜或兩個禮拜內 一定會伸出一步 給大家看 然後如果是說 像這種買東西的比較輕鬆的 只要我有 不小心又被開機買了一個小東西的話 我可能就是可以這樣 隨性的拍個影片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情況如何 對 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開箱吧 首先要開箱的呢 就是最近電影剛上市 然後我看了以後呢 也是非常喜歡的一部電影 就是大家的回憶 寶可夢啦 這個呢 店家號稱 也不是店家號稱啦 就是 確實就是 Pokemon中心 日本的Pokemon Center 它才有在販售的一組 抽抽盒 然後抽抽盒呢 裡面就是這種 就是 這該怎麼講 壓克力的鑰匙圈 總共是八款 然後加一款的隱藏版 然後裡面有 皮卡丘 然後 可達亞 吸盤魔偶 然後 風書狗 喵蛙種子 跟 布魯這個 香菇 然後這隻我不太熟的 我這已經拆過了 因為當下 立刻買的時候 就測試看裡面 到底有什麼東西 如果我抽到沒有那麼愛 我可能還會繼續 一路一路一路 一直的抽下去 最想要的是這一個 風書狗 今天呢 第一個 抽到的是這個 這應該叫什麼 夜光咕咕嗎 夜光咕咕 其實這個壓克力的小吊飾啊 還蠻大一個的 然後是透明的 硬直的 這一種硬直感的 做成小吊飾還蠻可愛的 透透的 還蠻不錯 而且它大大一個 然後都是用電影裡面的 真能版Pokemon的造型去做的 好 這個我們就先看到這邊 第二個呢 很重要 第二個非常重要 因為突然 品爆了 我最近這好容易品爆 運氣還不錯 覺得很爽 哈哈哈哈 第二個呢 我們開到的 就是 皮卡丘 不是這個喔 不是這個皮卡丘 不是這個皮卡丘 真的不是它喔 是 隱藏版的 隱藏版的 超可愛 它就是一整隻 然後旁邊有邊邊透明 就這樣 超可愛的 皮卡丘偵探的隱藏版 但運氣好都不行 我不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 哈哈哈哈 抽到擋起來很爽 嗯 雖然我還是很想要紅樹狗 超想要紅樹狗 可是抽到這隻隱藏版的 就覺得超可愛 畢竟它是主角 而且 這個皮卡丘有別以往就是 我覺得它比 一般我們以前看到的皮卡丘 還要可愛一點點 一點點 我不能說它可愛太多 等下它被粉絲炮紅牛版 可愛一點點 而且 它只有這一個隱藏版 有附贈這一個底座 這個底座呢 就是靠這個 下面這一個 有一個圖點 就可以插在裡面 就是 小小的擺飾 然後可以這樣展示起來 然後 收藏觀賞用這樣 另外一個東西呢 就是 大家還記得 就是我之前肩膀上的 這隻MiniQ買的 這隻MiniQ 是Pokemon Center Pokemon中心買的 今天在路上呢 就是看到了 登登登登登 娃娃機也有 不過呢 這隻是不能放肩膀的 然後就滑了30塊 好意外的就把它夾到了 MiniQ 30塊 30塊 就自己回來囉 以後呢 就是這一個 系列的影片呢 大概就是會用這種方式 就是 比較輕鬆一點 然後比較開心一點的方式 可能我就會比較 放得開吧 因為我還在慢慢的 訓練自己 也就是 學會看鏡頭 然後學會就是 不要那麼緊張 不要壓力那麼大 讓我來拍影片 對 那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喜歡我的影片 喜歡我的話 喜歡我 打咪 的話 請記得訂閱鈕在下面 訂閱一下 還有按讚 以及分享 那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